107年的九合一选战在11月24号落幕 当选人在选民支持下从众多候选人中脱颖而出 将为地方喉舌 不过选战刚落幕时就传出许多地方有违反选罢法之情势 像桃园复兴区睽睽里长就因幽灵人口案遭桃检提起当选无效之诉并遭免职 至今准备要进行地方补选 就是可以顺利补选的话当然是最好 这样子我们部落然后里民有一些要推动的事物 然后有一些要询问的对象 这样我们也比较好有一个出口 有关于补选我看来这几个有三个候选人都非常的优秀 当然能够主动来参与这个公众的事物 来为民服务尤其是里长这个工作是特别重要的 复兴区公所也提醒民众因为目前武汉肺炎疫情 这次的里长补选 选委会特别寄出相关措施请民众多加配合 他如果有做那个居家检疫居家隔离的话 那一般的话他们应该是不能出门 那如果说那个来投票的人 他如果有发烧要求的话 就是说他要走一般的那个来投票的人要分道就对了 目前有陈善邦谢皇方以及石立平三人登记参选 希望为地方有所建树 不过谁会获得地方选民青睐 要到5月16号投票日当天才会更加明朗 云士新闻惹此无留桃源复兴采访报导